YO 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技巧提醒1 解方程式 絕對值裡面有X減掉3X加1的絕對值 然後要等於4 好,這時候呢,這個題目看起來好像很可怕 事實上沒有那麼可怕,老師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就分case討論8第一層的絕對值 好,我們8第一層絕對值的時候我們考慮一件事情 第一種情形是 X減掉3X加1的絕對值如果大於等於0的話 好,這是我們的第一種情形 好啦,那我們就考慮 欸,這個8開來了以後要等於4啊 所以X減掉3X加1的絕對值要等於4 把它移向,把它移向 得到X減4會等於3X加1的絕對值 這時候呢,拆絕對值 然後去討論X減4大於0或小於0嗎? 當然不是喔,我們直接用個技巧叫兩端平方 他也平方,他也平方 管你正負的,反正平方以後都是正的嘛 所以就變成X減4的平方 會等於3X加1的平方 好啦,這時候呢,左右兩端把它展開來 X減4的平方,各位同學很熟啦 就X平方減8X加16 3X加1的平方 就9X平方加6X加1 這時候呢,把它移過來減 9X平方減X平方剩8X平方 減8X移過來變加8X 6X加8X是14X 16移過來的話要變成減的 1減16等於-15 好,我們就得到8X平方加14X-15等於0 這時候呢,我們做十字交成法 這裡寫4X2X 因為8X平方嘛 -15的話拆成-3跟-5 我們交叉相乘4X乘以5的話是20X 2X乘以-3的話是-6X -6X加20X等於14X 欸,沒錯! 因此就可以拆成4X-3去乘上2X加5 等於0 於是X等於4分之3或-2分之5 這時候把它帶回第一式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哇!不合! 好啦,所以這兩個答案 都不對 如果你很誇意的話 我們來一起老師口頭說一遍 X等於4分之3帶進去 3乘以4分之3是多少 4分之9 4分之9加1 就是加4分之4 就是4分之13 取決對值以後還是4分之13 4分之3要-4分之13 大於等於0 不可能 好 -2分之5 帶進去 連算都不要算 為什麼 這邊取決對值一定是正的 X是-2分之5 一個負數去減掉一個正數 還要大於等於0 不可能嘛 好吧 那就第二種case 拆 絕對值的時候 裡面我們假設它是什麼 負的 好,就是X減掉3X加1的絕對值小於0 這時候拆絕對值的時候呢 就要怎麼樣 變號 於是X減掉3X加1的絕對值 就等於-4 好 這時候呢 欸,一樣 把它移過來 把它移過來 那就變成X加4會等於3X加1的絕對值 再用一次這個技巧 兩端平方 那就X加4的平方會等於3X加1的平方 把它展開來就X平方加8X加16 把它展開來就9X平方加6X加1 好 9X平方-X平方剩8X平方 這個8移過來減 6-8 答案等於-2 因此就-2X 把這16一樣移過來減 那就1-16 答案等於-15 就是8X平方-2X-15等於0 再一次 欸 做實質教程法 8X平方拆成4X乘上2X -15 拆成5跟-3 那我們交叉相成看看 4乘以-3等於-12 2乘以5等於10 -12加10等於-2 欸,沒錯 好啦 我們就拆成4X加5 去乘上2X-3等於0 於4X等於-5或2分之3 來,4分之-5 帶進來 我們看一下 一個負數 這裡因為取絕對值是正的 負的-正的 當然還是小於0 所以沒錯 OK 他對 2分之3 丟進來看看 欸 2分之3 去減掉 來這裡 2分之3乘以3是2分之9 2分之9加1 就是加2分之2嘛 那就是2分之11 1 哇 2分之3要-2分之11 小於0 沒錯 正確 因此這兩個都合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